一个真实的抓奸计在高雄市呢 这位男子他怀疑太太在外面有小三 所以他花了五十万雇佣征信社要抓太太的奸 还真的给他抓到了 那么这一天太太跟公司的经理开房间 他当场破门而入 拿着相机搜证也告进了法院 不过他的行为法院认为有问题 这是非法入侵民宅 他不但戴了绿帽子还得服刑七个月 这些业者带着委托人踹开房门 看见另一半衣衫不整躺在床上气得破口大骂 别以为拍下抓奸计在床的铁证提告就委员不输 高雄市一名男子 怀疑太太有小三 花了五十万请真心业者调查太太 大老公和真心业者破门抓奸在床 竟然被依非法侵入民宅判刑七个月 亲生他是以非法的方式取得了证据 这个证据当然是不合法的 配偶的身份法医被侵害 所以我们例外的同意 这种情形是有证据能力的 还是可以作为法官 认定事实的基础 法官认为原配并非执法人员 为了抓奸破门搜证 已经破坏居住安宁 将他一侵入住宅跟强制罪 判刑七个月得一颗罚金 想抓奸的大老公大老婆 破门前可得三思 别抓奸不成反而持上官司 注意新闻王家庆皇佩儒 高雄报道